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OK,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业视频教室,我是顾鱼 好的,今天给大家讲Capt1第五课 然后今天主要讲的是曝光和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调整 好的,今天主要讲它第五个模块曝光 还有第六个模块细节 这两个课程我们合并到一起 好,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相应的一些基础 比如说导入,然后颜色,镜头校正 今天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课程,曝光 好的,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是我清洁课第二期优秀学员工生的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圆图 这是圆图,这是调完之后的一个效果 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随拍 在摄影人眼中,它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些作品 进行了一些二次构图 我们把高光警告关掉 然后进行了一些调色 就会变成一个优秀的摄影作品 好的,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案例 好,我们会用这张图进行演示 好的,我们从脂肪图开始看起 我们上几课讲到了脂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好,这里有个省略号 我们点击可以看一下 可以显示高光警告 点击一下 提高曝光看一下 它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一个高光警告 这一块就是你 它是很难在恢复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它取决于你相机的一个宽容度 在我们每次细节性的调整 它的脂肪图都会有一些变化 好的,这里可以调整曝光 对比 包括它的亮度 还有饱和度 同时你这一块 你可以恢复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返回 也可以恢复 按Ctrl Z 好,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高动态范围 可以把它高光 尽可能的再压低一点 阴影尽可能的也调高一点 达到一个综合的水平 也就是高动态范围 也就是我们说的HDR 一个模拟的HDR 让它高光没有那么过 暗部也没有那么黑 好的,接着是等级 等级在Lightroom里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Photoshop里面的一个色阶 可以看到最初有个RGB 有红色、绿色、蓝色 RGB就是总色阶 比如说中间这个 它就是中间调 可以让它中间调整体的偏暗一点 还是整体的偏亮一点 往左边都是偏亮 往右边都是偏暗 同时可以调整它的一些高光 可以让它高光更亮一些 我们把高光警告关闭 高光可以再亮一些 可以再暗一些 由它来控制 然后这里有阴影 阴影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黑色压得再黑一些 然后我们在调整阴影和高光的时候 它的中间调会有一定的变化 我们可以稍微的做一些调整 同时最上面这里是黑色 可以让黑色变得亮一些 然后白色可以让它压得黑一些 其实跟我们的曲线有点相似 它是以射接的方式进行呈现的 而且Copt1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每一个滑块上面 它都可以保存它的预设 把这个预设保存住 等你下一张图片的时候 就可以单独的使用 接着来到曲线 曲线跟NATROM有点相似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包括Photoshop里面的曲线 它都是一曲通工的 但它都是一个点曲线 可以直接在上面增加一些点 比如说它的高光色调 然后中间调 同时它的黑色可以让它灰灰的一点 而且它的曲线里面会有一些预设给提供 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一些预设 可以进行选择 然后选择你喜欢的 或者把你自己的预设进行一个保存 或者在网上下载一些更好的预设 可以载入进去 下一节课我们就会讲到Copt1的预设 也非常强大 接着是清晰度 它这个清晰度跟NATROM还是有一点区别 它有很多方式 自然的冲击中性经典 它都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变化 我们放到最大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提高它的清晰度 它的清晰度会增加 构造就是让它轮廓更明显 这是LATROM里面没有的 而且它可以调整不同的一些形式 比如冲击 冲击力会更强一些 而且它会对颜色有一些简单的影响 还有中性 或者说经典 可以看到它不同的模式 会有不同的效果 好最后一个就是晕影 它这个叫渐晕 也就是我们俗说的暗角 可以往左边是增加黑色暗角 往右边是增加白色的亮角 增加一点点黑色的暗角 它同时也有几种 有圆形 有圆形剪裁 还有椭圆形 一般方形图片会选择 用圆形的一个渐晕 然后普通的图片 我们会选择椭圆形 更合适一些 好的 我们可以恢复最上面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圆图 经过我们简单的调整 达到了一个对比比较强烈 颜色比较丰满的一个色调 假如要达到这个颜色 我们还需要在颜色里面去进行调整 就是我们上几课讲到的一个颜色模块 就是色彩编辑器 我们可以直接释取相应的一些颜色 比如说红色 然后我们在眉红色里面 可以调整它的一些色相 改变它的色相 包括它的一些饱和度 同时绿色也是一样 我们点击绿色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查看颜色 可以看到 就单独的把绿色给提取出来 有些人喜欢这种色调 就是把周围都压成黑白的 然后涂出主体 也是一副非常棒的作品 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为了一些参考 我们依然可以调整它的色调 降低它的饱和度 提高它的饱和度 同时你可以在高级里面也是一样的 单独选择出相应的一些颜色 它的区域范围就会更小一些 我们只是把上节课进行一个简单的温习 也可以调整它的色调 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颜色 好的 这节课就不细讲了 因为还不是案例课程 主要还在教大家怎么去使用它的一个曝光 还有它的一些清晰度和渐晕的一些调整方法 我们返回上一部看一下 这是最初的颜色 这是我们调完以后的一个颜色 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颜色调整 调整你喜欢的颜色和风格 好 接着我们来到细节 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整模块里面 每个里面都有一个直方图 都是便用好观察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导航器 好的 我们把图片放大 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移动这个图片 必须按住空格键 然后进行上下滑动 用鼠标或者点击这个小手 这样去上下滑动 相对假如你图片大了 或者清晰度够高的话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方便 导航器就可以更方便的上下移动 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比如说人像就移动到眼睛的位置 然后进行观察每个细节 好的 这里有个焦点 也是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画面里面的一些焦点 比如说这个水珠 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我们不管去放大缩小去调整 我们只要保证它的焦点不要虚化 或者说不要进行一些偏色 就能保证整张图的一个完整 还可以进行一个放大 或者一个缩小 它是始终保湿在这个位置的 好的 接着是锐化 锐化其实跟我们刚才调整清晰度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锐化强度 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更锐化了一些 它的锐化半径 预值 我们可以观察这边的焦点 也可以观察这边的图 好的 有降噪就有真噪 可以看到只有胶片争议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可以各种添加看一下 细颗粒 我们添加好码图片放大看一下 可以特别是看到暗部的一些细节 它会增加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颗粒 它有不同的胶片 会有不同的效果 比较粗糙 然后还比较柔和的焦点 同时还有立体的焦点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焦点的数量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 比如说扁平的一些噪点 还有粗糙的 可以调整它的一个数量和一个大小 我们来通过调整它的一个颗粒度 就能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些效果 好的 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张点擦除 张点擦除就是我们在画面里面选择一个点 可以直接擦除它 也就是我们的修复画笔工具 比如说我们在画面里面找一个点 我们来消除看一下 因为它在树叶上面都会有一些纹路 我们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这里可以调整它的一个画笔大小 比如说我们选择点 让它的画笔会大一些 然后我们点击住它就可以帮它 找周围的一些范围进行一个消除 可以再点下一个点 好的 可以看到它有三个点 我们可以分别控制它 然后去调整 然后想测销的时候可以直接按这个 进行一个测销 好的 今天的课程讲了一些曝光 和一些细节上的一些问题 好 同时也欣赏了几副不错的调色作品 好的 假如你也想调出这样的作品 你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进阶课 会有更详细的一些教学教程 好的 会有一些更详细的调色教程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我是顾宇 好的 这个课程